欢迎收看点仔周记 我是点仔生亮 相信近日大家都纷纷收到 义工上满派发中央援港物资 没错 全港各区的民政事务处 联同当局组织 动员义工进行派发 日前葵青区就有20多名 香港优秀运动员和教练参与 在区内的三毛大厦 逐家逐户派发防疫包 虽然穿着防疫装备 上楼令自己大汗打小汗 但是他们明白 三毛大厦住的 当属是小数族裔和基层的居民 他们极需要抗疫物资的支援 觉得今次的活动很有意义 如果再有需要 仍然很乐意帮忙 怎样今次就和本身是消防员的 香港田径男子800米记录保持者 梁达威及2021年 香港马拉松女子先进二组冠军 以及一些社区人士 了解过他们做义工的心得 你看到今天起码有六十多人 我们之前做了三天 在东北葵的体育管 包扎了20万 二十万包 这些 我们动员的义工包扎 每一天都差不多二百多人 发动了很多本地社区的各方人士 去帮忙去派送 很明显我们这个社区 而且始终来说 都不是低下层的人士佔多 刚才你也看到的 需要是很大的 主要是帮政府派发的抗疫包 给基层市民 我们刚刚去了一栋大厦 就是三毛大厦 没有管理署 没有立案业主法务立团 没有 他们没有人可以帮忙派帮 我们要做义工 做家族户去拍门去派 这个活动 我觉得很有意义和很开心 因为作为香港人一份子 在这个世纪疫情当中 可以出一分敌 可以服务香港市民 就很开心 本来我也是以香港为家 可以帮助香港人 做一些东西很值得高平 虽然过程就少少辛苦 因为我们穿着防护服 还有那些地方就比较烤 一上到去其实又没有电梯 我们上到七楼已经 都本身已经湿了 但都觉得值得的 虽然比较辛苦 都很多谢政府做这一件事 因为他们可能都是 比较低收入 或者没什么人管理 那个大厦 所以叫我们去做这些东西 我作为香港市民 应该都帮助政府出一点力 其实都很多低收入的人 是需要这些物资去帮助 我们的结果 现在生活可以得到 直到中间 在房间上 我们现在刚刚才会 所以他们在 sett